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前后两天先后死去,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光绪皇帝的是慈禧杀死的,是事果真如此吗? 1906年预备立宪的诏书正式发布以后,其实清政府对新政的推动还是比较迅速的。 在1906年之后,中国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气象完全改变了,中国开始向一个近代国家转型,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发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国家,只有一部之有。 再坚持一讲,钦定宪法大纲得到落实之后,中国也就真正进入立宪时代,但是中国的不幸就在于,每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就会发生一个突发事件。 1908年8月27日,光绪皇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他就对大臣们讲,我这是做了一个很重大的贡献。 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成文宪法,我妹子儿子,也心甘情愿,这句话光绪究竟是说了还是没说,我们姑且不论,但这话还真是意义成神。 他在钦定宪法颁布之后几个月后11月14日,就突然去世,年仅38岁,但所谓突然去世,也不是说当天暴病儿子,而是经历了两三个月的生病的过程。 但是奇怪之处在哪里?在于光绪皇帝去世之后,不到24小时,慈禧太后也去世,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清帝国两个最高的政治领导人相继死亡,这是引发了之后一百多年的异论。 特别是到了最近几年,我们国家清史委员会出资对光绪皇帝的衣物,做了一个科学鉴定,研究结果表明,他的衣服上面留有剧毒皮疏,国家清史委员会的鉴定当然是靠谱的,在衣服上有剧毒,这是时序,但能不能从有剧毒就推测出,光绪皇帝是被谋杀的? 等这个报告发表之后,有的学者就讲,有剧毒当然是谋杀,进一步推测,是谁杀的,当然是慈禧太后,他们母子成仇,慈禧太后自己要死, 提前把他的仇人给杀了,为什么杀了?怕他死了之后翻了,在过去的话语题一期当中,这些都有逻辑关系,而且晚清放开了新闻的自由和媒体的自由之后,进入了自媒体状态,自媒体状态下会有很多不真实的消息,而晚清的历史又是个宫廷秘密政治时代,这就导致各种传言甚嚣沉上,除了慈禧杀了光绪的传言外,还有人说是袁世凯杀的,传的会声会色,说是光绪皇帝死之前写了杀原二字,还有人说是李莲英杀的,说是李莲英杀的, 李莲英伺候光绪皇帝的时候没伺候好,光绪皇帝就很烦他,他害怕慈禧太后伺候光绪皇帝报复他,于是就动手了,其实对于这些传言,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去讨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否定他们的可能性,但历史学讲究的是证据以及历史的逻辑,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排除某些人的嫌疑,首先袁世凯可以被排除,因为他没有杀人之心,而且袁世凯背叛光绪皇帝,出卖维新派的故事可能是子修也,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 袁世凯有密未告有过详细论述,我们前面讲过,1898年秋天,谭世凯找袁世凯帮忙,要他派兵包围颐和园,但是袁世凯拒绝了,他看出来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可行,因为没法从天津挑兵,另外,袁世凯当时还觉得,两宫之间有矛盾这事不靠谱 进而他提出,如果太后真想谋害皇上的话,他一定会帮皇上,因为下个月在天津有个阅兵,最后阅兵还没发生,谭世凯就被抓了,然后被处理 所以也有观点认为,袁世凯并没有告密,也就不存在背叛光绪皇帝一说,何况就算是告密,光绪皇帝也不会恨袁世凯 毕竟袁世凯是朝廷的大人,直到有人谋反,难道不该禀报朝廷吗? 综上所述,袁世凯和光绪之间无冤无仇,他害皇上的可能性,我觉得完全可以排除 至于李连英更不可能杀光绪,因为在大千的政治体制当中,阉人是没有资格介入政治的 现在我们从实际出发,来分析一下慈禧杀害光绪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从血缘的角度来讲,在慈禧的儿子同志去世之后,光绪可能是他血缘上最亲近的人物 光绪等于就是慈禧亲生的,更何况他是公开过境 所以我们不能觉得光绪不是慈禧亲生的,他就一定会害他 当然母子之间偶尔也会有言语上的冲突,这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样 这在情理上也可以理解,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 他们母子相处应该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后来光绪被选为皇帝,从他被接到宫里边一直到最后 太后对他真的是全程照亮 如果各位觉得我这种讲话比较空白,可以去读一读瞿红纪的记录 徐红纪在1900年排着太后往北京,西安区的时候 跟太后有详细的谈话和记录 在他的记录里边,慈禧太后就讲了 外边都在说我们母子不合,皇帝见了我都要下座 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我是怎么照顾他的吗? 你们知道他入宫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吗? 你们知道我们母子之间的真实感情吗? 我在读那些资料的时候就感觉到 可能过去的晚清自媒体的传言高估了他们母子之间的这种冲突 这种高估是源于1898年那次政变 当然光绪皇帝也确实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解释清楚 因为六个人被迅速处死了,他没办法去解释 康,梁在海外说迎台气息,囚禁十年 这个是大概是不存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来理解 1900年御前会议的时候 光绪皇帝跟宣战诏书发脾气了 宣战诏书发布的时候 太后和几个大臣讲 你们把这个送给各国公事 光绪皇帝马上就火了 说不能这样做,这样会有大麻烦的 应该再想个办法 如果光绪皇帝这时候是被囚禁的 在那儿只有轻的分 那他绝不可能如此表态 晚清的这一段故事 都是太监宫女写的也是 可信度都不高 里面的场景细节可以对我们重构历史起到帮助 但是他们讲的与政治相关的内容都不可信 因为他们是没有资格真正介入政治的 其实在晚清的最后十年 在1901年之后 他与太后应该已经恢复到原处的关系了 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中国的大臣 对他们母子都是同等对待的 我们今天去读晚清最后十颗大臣们的文献 比如陆传林的日记 你在那里便完全看不出太后和皇上之间存在裂痕 我们今天读员是看全集关于晚清最后十年的相关部分 同样也感觉不到他们母子身处两个政治阵子 这些来自官方的记录 才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本依据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清宫档案 光绪皇帝病案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 对于清宫档案和光绪病案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文章 可以看到光绪皇帝是属于久病的正常死亡 他年轻时候就点了肾病 死后也一直没好 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也没有血液透析 就靠太医院的中医条理又活了十年 光绪皇帝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动不动就发火 动不动就下发明 但我在读这些资料时 发现这个时候太后也好 大臣也好 没人对他怎么样 光绪皇帝一直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 到最后时刻 他都没有放弃 下面令人各省的督府 推荐各地的民医过来 希望能够把他的病治好 但医生治的士病治不了你 光绪皇帝大概是由于肾病慢慢恶化 导致大病一直不通常 最后憋死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 光绪自8月生病以来 他的病案在当时不仅没有人保密 而且被广为传播 今天去读深吧 可以发现 当时宫里边是及时发布光绪病情变化的消息 假如大家能够认同光绪是病死的这个结论 那我们再往下分析其中的几个可疑点 首先 光绪病死的怎么那么巧 光绪皇帝病死了 慈禧太后马上又死掉了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要读一读瞿红纪的记录 瞿红纪讲 太后的死亡和光绪的死亡 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温馨的故事 根据清政府发布的正式文件记载 太后的生日是10月10日 也就是北京换季的时候 老太太又喜欢吃点凉的东西 结果吃了酒拉肚子 拉肚子并不一定会拉死人 太医断断续续给他治疗了 也有缓解 但腹血还是没有真正止住 毕竟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我们现代医学还是有差距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光绪皇帝发病了 他们俩分居两店 通过光绪的太太龙与太后交流 龙与太后今天到太后这来看看 明天到皇上这来看看 将双方的病情告于彼此 那几天最忙的 一个是龙与太后 一个是光绪的弟弟在封 之后光绪皇帝回天伐术的时候 就安排了之后的接班体系 在封被任命为摄政王 也就是实际接班人 在封的儿子被任命为小皇帝 也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 光绪皇帝的未亡人龙与太后 成为真正抑郁上的坚果 替代了慈禧太后的角色 从这个接班体系的安排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太后 和光绪皇帝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真的那么恶劣 如果他们母子两个冲突很厉害 怎么还一定要用光绪家的人 前面讲过 当时光绪皇帝耍脾气说 我们家不再出皇帝 在这种状态下 最后仍然安排了他的弟弟 他弟弟的孩子 以及他太太接班 那等于说光绪皇帝的政治路向 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中断 他们母子的关系 也不是你死我活 或者等慈禧死了光绪给自己翻 光绪皇帝是正常死亡 所以他和慈禧在商量 对后世的安排的时候 人人是在传承爱心觉罗家族的 这样一个法统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来此之前都发布了一个移命照 当然我们也百分之百的可以知道 这个移命照不是他们写的 但是移命照和他们的思想 不可能是完全背离的 我个人对这样一个正当政府的文件 是从来不吃质疑太多的 一个政府在没有考虑到将被推翻的时候 不可能伪造政治文件 这种状态下的政府文件 我认为他和统治者的意志不可能是相反 光绪皇帝的移命照里边怎么说呢 他讲 我不信 命该如此 我满腔热情的想让中国强壮 想让清帝国繁荣 都像一个宪政架构 但是天命不可为 身体不行 顶不住要死了 他回望过去几十年 一再感激的是皇太后对他的照顾 对他的教育 对他的恩情 虽然这个文件在潜词造句上可能有夸张 但是不可能一死相反 慈禧太后此之前有一个移命照 慈禧太后的移命照是怎么说的 慈禧太后说 我这么一个最伟大 最聪明的儿子死了 我作为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的人生的全部希望 全部理想都破灭了 在这种状态下 当他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 完全有可能因悲伤过度而离世 还有一个一点没解释 那就是究竟光绪身上的毒是哪来的 对此我也思考过 另外我也找医学专家讨论过 这个剧毒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这个毒会导致什么结果 几个专家都告诉我 如果光绪皇帝吃了这个剧毒 立马就会蹊跷流血暴毙 不存在其他的文献记录当中 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事 后来我就问这些专家 这种毒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衣服上的 管家讲应该是在死亡之后出现 中国自古以来对遗体的保护 都是以毒攻毒 马王堆汉木里的尸体 就是用有毒的液体保存 直到这个信息后 接着就做出了一个推测 这些披霜是用来保护光绪遗体的 为什么要保护光绪的遗体呢 因为光绪死的时候才38岁 没有像历代帝王一样一接班就修灵 也就是说他此时还没有灵 没有办法下降 那么光绪皇帝的遗体就必须先保存下来 然后去修灵 还有一个问题 光绪皇帝作为一国之主 如何处理他的尸体难道会没记录吗 光绪皇帝是1908年去世 1913年和他太太龙与太后一起下降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中国政治急剧变化 亲帝国王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光绪停留的记录 所以说光绪的这个毒是怎么放上去的 还没有一个文字上的依据 只能通过外围资料 进行逻辑上的推理 等待将来有一天那些记录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是否属实 这种猜测是否属实